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凡股市周报 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在非凡商业台跟大家锁定 而9点我们也会准时在非凡商业台的YouTube官网当中将发烧影片上架 过去这一周看到了全球股市掀起了新风雪雨 除了美股持续畅高之外 其他亚洲股市全都中介诺骂 因为大陆在加强监管政策 不管是在补教业 在整个网络业收紧监管的情况 让陆股跟港股出现了一波往下的修正整理 而且跌幅还不小 那重点是台股会被拖累吗 尤其是这一波在暴跌之后 礼拜四迎来了一个暴涨的行情 在这里股价未接是不是真的已经整理完毕了呢 而至于在传产当中 还有电子的资金比重当中 很明显看得出来 电子又再度的吸金 而过去这一周 尤其是礼拜五看到了在连电的部分 领军电子股上工 那现阶段是不是整个在整个摩尔定律要被翻转的情况之下 让连电的CP值会比台积电要来得高呢 而苹果财报虽然找出了满分的成绩单 但是公司出面示警说金片荒 有可能要特别小心留意今年的换机潮 那到底平盖股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今天现场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来欢迎的是李冠青 冠青你好 小姨好 大家好 冠青过去这一周 不管是在股市现场或者是在盘中的连线当中 都已经一再的提到了在整个半导体主流异味的状况 台积电虽然还是很厉害 但是现在在整个反摩尔定律盛行的情况之下 联电的CP值可能会比台积电高哦 那未来真的就要看联电表现吗 稍后来请教答 再来欢迎的是林汉伟 汉伟你好 小姨好 大家好 汉伟这波掌握国际资金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到底现阶段全球的资金还继续往债市在跑吗 那股市的资金有可能会被排挤吗 稍后请他一起来了解 过去这一周我们看到了台北股市的确出现了比较大幅的震荡 因为大家都在担心这件事情 不过联准会在会议记录当中公布出来之后 的确有暗示缩减购债的时间相对近楼 因为经济已经呈现了长足一段时间的稳定成长 不过鲍尔还是有重生 距离升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不过亚洲的风暴来自于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现在不管是对于要到美国来上市的这些中资企业 或者是在科技产业跟教育产业 现在大手笔的在进行整顿 虽然中国说他们并没有要刻意的打压股价 但是看到了对于股价来讲的确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度 那产业当中看到了苹果提出了市井 说iPhone恐怕会出现晶片荒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今年的换机潮 有没有办法如预期当中的走 而至于在当冲 好最近我们看到了这几个月以来 当冲越来越盛行 占大盘每天的成交比重越来越高 不过现在要担心 会不会在整个要防止违约交易的情况之下 当冲的市井制在8月27号要正式上路 那这对于所谓的当冲客 对于所谓的台股量能来讲 会有冲击吗 这都是过去这一周特别要注意的经济大头条 好所以我们这个阶段 我们要先请这个冠卿来到镜面之前 就直接来帮我们进行掌握 尤其是中国大陆这一波的加强监管 到底对于台股来讲有多少的威胁性呢 我想的确没有错 我想真的很多人都吓死了 不要说是这个台股 说真的再包括国际的投资人 甚至包括台湾 如果你有买中国大陆相关的共同基金的 其实这一次理论上应该都受伤惨重 因为毕竟他所监管的这些 不管是腾讯啊 什么新东方啊 好未来 这些其他的公司 甚至包括什么滴滴出行 好像如果你只要是中国基金 你就算没有投一档 也有投两档 没有投两档可能也投了十档 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大的全资股 都是非常大的全资股 所以也使得说呢 你可以看到说 好像都是损伤惨重 所以呢 当然我想这可能跟一个趋势有很大关系 我们先从这个趋势来跟大家报告 好 那我们看到下一张这张 这是ETF的趋势 大家知道这几年 很多人知道 哎我不要选股了 对不对 我直接买ETF 我买个0050 我很可能比你选股啊 是我之前提了一个笑话 大家知道这个机器人选股啊 在今年6月初有个统计资料 一年下来报酬率三成 三成啊 对 台然后台湾50一年报酬率多少 77%啊 所以你还需要机器人 机器人都没有台湾50厉害 都没有这种不用选的厉害 就一篮子股票 没有错嘛 你看ETF的占比啊 这现在有几家公司占比非常的大 这几家公司 等一下我们会告诉你 都是很大受害者 一家叫贝莱德 他占比了35.5% 一家叫先锋集团 一家呢29% 一家叫道富银行哦 什么Suit这个道富银行 15.6% 事实上包括什么锦顺啊 这些东西 我说真的 你多多少少在买美股基金 买这个世界的基金的时候 你都听过嘛 什么贝莱德世界矿业 贝莱德中国成长什么等等 这一类的基金都有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页 事实上呢 就为什么会这样的探讨 因为贝莱德上一季的业绩啊 吓死你 什么叫吓死你 不是说他的绩效好到爆炸了 不是哦 是他一共管理了9.5兆美金 其中有3兆美元 是在交易所交易的 代表说怎么样 有6.5兆可能是帮人家管理 没错 可是有3兆美元 是你们一般散户投资朋友 买的基金 哇 这是你听起来觉得没什么 可是呢 其实占比有多大 我们来看下一页 占比真的很大 贝莱德 先锋领行跟道富 刚刚我们讲的三巨头嘛 他目前为止 这是中国 这是美国资料而已哦 拥有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股里面 百分之22的股份 这很多大股东说真的 不要说只有22% 很多大股东持有5%都笑很久 你看这一次东元的 董坚侦罗战 就是因为持股很低 才会有这种情况嘛 原先以为敌人是保家 后来发现到敌人是自己的儿子 对不对 持股要到22% 所以这些的一些大的一个基金 除了说在公司的投票权里面 占了很大比喻之外 重点是他们要怎么操作 对不对 那你看到2008年 也不过才不过十几年前而已哦 对不对 十几年前的时候才13.5 诸如增加了10%左右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下一页 事实上也包括说这些基金们 我们为什么告诉你 对不对 大韭菜 韭菜有分大小的 对不对 小散户叫小韭菜 法人会变大韭菜呢 一般的想法是怎么样 持股比例上升呢 对不对 市场的波动会因为这些大韭菜啊 这些应该说这些大法人的买卖 你会担忧到 而且这些基金是被动买卖 行动望一致 但是呢 这研究有意思了 有一个研究 他们出来研究 不是这样子 他说这些基金啊 他反而是我们看这下一页 反而是什么 这叫什么 机构所有 共同所有者的信息优势 对不对 他说股价崩盘的时候 不会跑 哇惨了 跑最慢 变跑最慢 也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早就有闻到 中国大陆要监管这些教育 要监管这些什么腾讯音乐 什么滴滴出行 甚至等等的东西 他们都知道 包括我不相信软银 是滴滴出行的 其中一个大股东 他都知道了 但是因为怎么样 他们认为是虚假讯号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学者认为因为信息优势的关系 成为市场的稳定者 避免出现在虚假讯号时卖出 那结果呢 变成什么 最后一只老鼠 软银就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例子 因为他觉得 监管都假的 对不对 他们有去注意到别人怎么看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 中国人监管的出招 这几天呢 其实当然这新闻写了很多 我们只是把它调劣势 这个标题列列 教育改为非盈利啊 哇 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 出生人口太少 你要多升几个 中国大陆的补习费用 什么都很贵 所以呢 如果改非盈利的话 是不是大家负担减少了 我们也都希望所有的公私利 这个幼儿园全部改成非盈利 这不是很好吗 但台湾能不能这么做 不能啊 可是中国呢 可以啊 对不对 另外怎么样 重罚腾讯嘛 他去终结腾讯音乐 独霸市场的音乐版权 因为这个动作 腾讯也跌了非常的多 不过呢 他说我们不是说 要干倒你的市场啊 所以腾讯有涨回来一些 另外又怎么样 中国网信之前啊 他去反对滴滴出行 到美国上市 就滴出行呢 不甩中国网信 就你上市他跟你讲什么 他说哎 你把我们在中国的 这些行车资料 外流到美国去了哦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我们是不知道 可是事实上 这种情况发生机会 好像不高了 我们只有听说过 在某某手机里面 装后门城市 把东西移回中南海去 我没有听过这东西啊 所以你看到 对不对 很好笑啊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最近这最新的这个叫什么 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 我觉得这很对 但是怎么样 对不对 美团之前因为 疫情关系 涨翻天涨好几倍 今年跌了多少下来 跌了好几层下来 我们来看下一页 事实上当然啊 中国政经会告诉你 我们不是在打压商业 不是什么所谓的国进民退哦 他有跟券商表示说 他会允许啊 中期债美上市 不像滴滴 我说我不让你上市 你还去上市 我给你制裁 我没有没有这样子是说 这个这是撤出另外条件 然后如果怎么样 他们符合所谓的一个上市条件 对不对 那我们也给大家看到什么 我说真的 我特别去帮大家查了一下 这些呢 这家叫什么 高领资本 这家公司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因为他创办人叫张磊 他本身就是 中国XX大学的校长出来的 对不对 那某果大学 这我们就 我记不清楚了 对不对 他跟政府关系很好 结果呢 你看到 这些所谓的贝莱德什么 他们都不去问哦 Hill House叫做高领资本 对不对 5月底啊 他已经不是好未来 跟新东方的前十大机构 这两个是 大陆很大的教育机构 对都不是 其实2月底 他出新好未来 对不对 当时好未来多少钱 80元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谁变韭菜了 对不对 好玩啊 谁变韭菜了 这个是高领资本的一个持仓 好未来 你看到 没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新东方他更早就没有 不过新东方他要买一些回来 他要买一些回来 但是谁变成韭菜了 其实我们有另外两张 现在的最大韭菜 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对不对 刚所提到 不管是道富 道富啊 还有包括什么所谓的一个贝莱德 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什么 这个Vanguard 所谓的一个先锋 这三家公司 现在是新 现在是好未来 跟新东方的一个 应该说机构法的里面的超级大韭菜 所以你看到我们回到刚刚这个字卡 对不对 他们当初就不去看 不去看这个高领资本多厉害 对不对 人家今年2月底 已经告诉你初清好未来 他们一定是之前就听到什么 他初清的价格是80元 甚至新东方我们发现到 新东方其实挂牌前后 这高领资本就出很多了 而且很好笑是 这个网路上你去Google就知道了 高领资本的这个创办人 他有提到说 这个教育是什么 百年事业那一类 说怎么不是在买卖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个 新东方以目前为止 申报的法人持股 相信现在少很多了 因为这几天不是他们砍是谁砍 散户怎么会买这种股票呢 贝莱德 对不对 这个大家听过 斯罗德你也听过嘛 摩根大通也都听过嘛 先锋集团你也听过嘛 戴维斯你就比较没听过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下一页 事实上也包括 对我们刚刚讲到的 对景顺你也听过吧 瑞瑜你也听过 来道富出现了 对不对 标准人寿安本 再来看一下好未来也是一样 事实上好未来也是 你看 这个就是大摩嘛 对不对 只是名字把它写长一点而已啊 大摩瑞瑜 你看贝莱德 又是先锋集团 对不对 看到下一页 事实上道富 道富也有 道富又来了 对不对 富兰克林大家也听过吧 你可以看到 这些公司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 到美国套现或怎么样 只是说 后来的持股啊 都在这些法人机构上面 那你要怎么办呢 所以投资本当然在投资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说 ETF你随便选 对不对 像现在有跟中国相关的ETF 我建议投资本 在投资的风险 真的是加深了非常非常多 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 去检视一下 自己手上的一些ETF 所以如果中国在这里 加大监管机构 而且从目前为止 全球ETF的操作来看 这一波他们反而变成 大韭菜跑是跑最慢的 现在持股还呈现套牢的情况 那投资朋友呢 很多人其实除了投资股票之外 也投资ETF 而且也投资很多全球的基金 那这一波是不是真的要趁机的 检视一下持股 太弱留强 是冠青在这个阶段的专题当中 特别提醒你们的重点 好我们先请冠青回座 那稍后呢 我们也要继续针对了 在全球市场当中的资金流向 来跟汉伟请教 汉伟帮我们做个预告 对那全球的部分的话 其实最近这两礼拜 我觉得有点风雨飘摇的一个味道 因为到底联准会什么时候 所减QE 目前是成为市场讨论的一个重点 但我们从几个大的方向的资金面来看 到底最近国际股市 入股的修正 台股的拉回 美股的震荡 你下礼拜要不要担心 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好非常重要 到底联准会的这篇会议记录 透露出来什么样的讯号 我们稍后告诉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